接下來做一些練習 他說這兩個半杯水 水跟水力達到所謂動態平衡 這裡有所謂的蒸發跟凝結吧 請問你誰是對的 然後所謂的平衡就是正反應速率等於逆反應速率 就是蒸發速率會等於凝結速率 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因為速率一樣不斷蒸發再不斷凝結 速率一樣所以水量就不會再增加也不會再減少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C 這是考什麼叫做可逆反應的平衡 那同理這什麼情況 這講的又是溶解跟沉澱 然後不斷的加不斷的加飽和了 已經飽和我們前面講過的飽和了 那這時候會怎樣呢 停車站接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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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叫做7-7 沒有來 14 14 14號 答案 好 多少 C 你说C吗 请坐 你的答案说是C 还是一样可逆反应的平衡 就是正反应速率等于逆反应速率 这里有溶解跟沉淀 所以溶解速率等于沉淀速率 所以答案就是C 然后它是动态平衡 反应然在持续进行中 所以A是错的 请问你 谁是对的 还是一样还是在考所谓的可逆反应平衡的意思是什么 一样在问这个问题 银车站接问 帅哥男 帅哥男叫做22 22没有来 27 答案 猪请坐下 你答案选人叫做猪 A我们有学过勒沙特勒原理 我可以靠改变温度改变压力改变物质量的因素 来改变它的平衡 所以A是错的 A是错的 那么平衡一旦改变之后就会重新再继续作用 然后呢 会重新达到新的平衡 所以B也是错的 那C就讲过了 可逆反应平衡是动态平衡 反应在持续进行中 所以不是不再发生 所以也是错的 所以只有答案出是对的 所谓的可逆反应的平衡就是正反应速率等于逆反应速率 OK就是 可逆反应平衡的想法观念是什么 理解就好了 接下来就是勒沙特类原理 请问你我要怎么做 他告诉我嗅水的反应 他告诉我嗅有毒 所以我不要嗅 可是我可以有嗅离子 所以我反应要朝右 让他产生嗅离子 那怎么样反应朝右呢 我加酸吗 加酸会朝哪边呢 还是我要怎么处理 所以呢我要加酸就是右边的氢子会变多 他会朝左就产生嗅 就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要使我的氢离子变少 少了下人家要 反应才会朝右 那怎样让氢离子会变少 就是酸碱中和加减 让我氢离子变少 所以呢我加减 让右边的氢离子变少 然后呢他就下人家要 所以反应就朝右进行 会生成嗅离子就无毒 OK了 所以我们要加减性物质 所以我们答案选猪 勒沙特的原理 OK 平车站接问 这样子加盐酸会怎样 一样勒沙特的原理 OK 平车站接问 可爱小女生 小女生叫做九号 没有来 五号 没有来 五号 猪 请坐 你答案选猪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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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砖是酸会解离出氢离子 所以他后面的氢子多多的送人家 所以不会反应朝左 逆反应增加 逆反应会生成锈 锈是暗红色 所以答案选猪 反应向左 容易变成暗红色 那这个呢 有一个绿化雅菇有水的 蓝色绿化雅菇是没有水的 然后这个吸热反应 然后做啪啪啪啪啪 请问你 哪一个会最偏蓝 也就是会最偏向没有水 最偏向没有水的 好 我们这样做 怎样会最偏向没有水 好 上面已经跟你写了 还要不要告诉你 这是一个吸热反应 从油水变成为 没有水 吸热就是油水加热会变成没有水 油水加热会变成没有水 所以哪一个会这样 哪一个会这样 油水加热会变成没有水 我希望他没有水 我希望他没有水 OK 要找的是男生对吗 男生 36有吗 没有 没有 36 21 21 21 猪 请坐下 你的答案选的叫做猪 我就希望热啊 油水加热变成没有水就需要热啊 越热越好啊 所以当然就选热啊 当然就选热啊 所以当然就选热啊 以上就是我们解的热沙特的原理 请你一定要晓得 反应应该朝哪边进行 我告诉过你 跟方程是要记得 至少你要把颜色背起来 告诉你也提醒你的注意 可以吗 不然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 我